Costco中文名叫好石多 是美国仅次于沃尔玛的第二大零售商 全球第七大零售商 以及美国第一大连锁会员制仓储式量饭店 Costco在全球9个国家和地区 设有超过500家的分店 开业第一天 超市内密集的人流量 导致许多商品一抢而空 根据地图显示 通往敏航区Costco的多条道路 从上午开始严重拥堵 周围的交通也急紧瘫痪 由于超市内抢购的人数过多 上海市公安已经介入现场来维持秩序 而超市也因为人数的不可控 在开业5小时就被迫暂停营业 Costco商品始终号称量大 质优 价格低 此前官方透露 Costco非食品类的百货商品价格 低于市场价的30%到60% 食品类则低10%到20% 其目标客户主要面向中产阶级消费者 对于首家落户上海敏航区 Costco亚洲总裁张思汉解释称 这是基于Costco开设天猫海外官方旗舰店的运营数据决定的 Costco主要的消费者集中在华东 上海最深 敏航区所在的商圈有7个国际学校 这意味着附近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中产群体数量较多 符合Costco的销售策略 Costco发展如此迅速的秘密在于它的两大法宝 会员制和仓储式 Costco只有会员才能进去买买买 在美国 其会员年费分别为60美元和120美元两种 会员可以有不同的折扣 返线等优惠 别看没有多少钱 但是Costco全球可拥有8000多万的会员 而且续卡率能够达到90% 据了解Costco上海点自7月1日开报会员申请之后 已经积累了数万名的会员 远超过此前的预期 当然了 作为营销手段 Costco的会员费在开业前为199元 开业后为299 且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使用 而说到仓储式 如果你是第一次进入Costco 一定会被眼前堆起来的巨大体量的商品所震撼 Costco是仓储式卖场 卖场及仓库 也正因如此 Costco的产品大多是大包装 连购物车都是大好 目标客户是中产阶级家庭和中小企业 这也迎合了西方国家的消费习惯 即采购一次 就可以满足一家人一整周的日常消费 而在资本市场 Costco表现如何呢 这其中最为人乐道的就是 股神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早在2000年就开始买入Costco 当时的股价是35美元 而Costco在上海开店当天的股价是289美元 芒格更是Costco的董事会成员 他宣称这是他终身不卖的股票 而近十年涨幅超过5倍的Costco 从未让信奉长期主义的投资者失望过 如今Costco来到中国 首日的火爆之后 接下来是否会水土不服 能否入乡随俗呢 众所周知 中西方的消费理念 生活饮食习惯等不尽相同 中国家庭结构越来越小的情况下 大包装仓储超市模式 是否还会受到青睐呢 中国零售行业已经被电商重塑 而进入新零售时代 河马 京东7Fresh等新零售标杆品牌强势决体 送货上门模式已经司空见惯 如今驱车几十分钟自选自取的模式 是否能够吸引顾客 Costco疯狂的退货政策又是否可行呢 有网友调侃称 Costco随时无条件退货的政策 估计要被我们交作人了 那么在您看来 Costco在中国的火爆是否能够继续呢 您是怎么看的呢